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战场上 刀仓无言 我不管你正气多强 挨了 都没什么好结果 下来是 协正相伯 决定则发病与否 这部分内容等于刚才这里都 刚才已列出来过 一个决定发病与否 正胜协退不发病 协胜正负发病 但你注意还有第三种 协正相似阶段 发病 最多说你发病是急性的还是慢性的 所以没那么简单的 不是说一打就有胜负的 大部分病人是胜负未分 尤其是慢性病 凡协气也不中 正气也不那么强 那就慢慢地熬吧 慢慢玩吧 持久战 然后 协正相伯决定则发病类型 这个刚刚讲的 是虚 纯粹的虚怎么样 正气足跟邪气胜又怎么样 正气虚跟邪气胜又怎么样 刚刚刚已经讲了 影响发病的因素 第二个是环境因素 气候 按照世纪来咯 风天风多 夏天守热 秋天照 冬天寒 常下湿 广东就四季都湿 还要注意一个 有没有气候感常 悲其时 有其气气气候变化极重 六气太过化是不急等等 这是环境因素 气候因素 第一个是地狱 地狱讲过了 在广东讲了很多次了 那么你是哪里的 你就对回你的 在中国 以中国为太极 你是哪个方位 就有哪个方位的作品 然后生活工作 工作环境 医生工作环境 不那么好 首先一个不用讲的心理压力大 第二个 我觉得做医生 就算你是中医 养成一个好习惯 戴口罩 现在很多中医生很牛 坐在那边不戴口罩 你以为你的抗病能力比一般人高吗 一样的 那马上病人一坐下来就坐在那里咳咳咳 就戴口罩没那么难受 也就是第一 第二天不习惯 第三天都没感觉 你的抗病能力不会比人家高 你看传染病院的医生 用得传染病的机会肯定高于其他医生 发病率一定高于 高于君子 不用讲的 那这是生活就不好说了 这很难一概而论 你只能说可以论的就是住宿环境 比如坐在潮湿地窝的地方 可能容易得湿 高楼 风多 尤其是那种气虚的病人 特别怕疯的 住的楼层太高 其实不是太 社会环境 大家体会都很深了 现在我就像年轻人 某方面很早熟 对社会现象的感应很早熟 某方面比较幼稚 又想闹独立 又脱离不了父母 有的事情 什么事情先 我觉得很奇怪 要依赖的时候 找父母 但是父母主动关心你的时候 没什么好交流 宁愿跟同学朋友交流 跟父母没法说 All day 这一句 代沟 很惨的我们 现在一说代沟 肯定是老人家的错 而且绝对不会说上一辈 主动说出代沟 他肯定是下语被说 你跟他说 以前如何留和 就回你一句 谁叫你生不逢死 下来 体制因素都不讲了 体制因素前面 决定发病倾向 什么易感性 正后类型 这是前面讲过 精神状态 精神状态大概是对内类新生性质病有影响 肝气郁节可以犯皮 可以犯胃 可以干预化火 再犯肺 干预化火之后又可以下结圣因 但是他肿的还是有个大前提 干预 那么这种 类似这类的病就跟精神状态有关 精神状态好一点 他可能症状马上改善 精神状态差一点 就症状加重 所以我觉得这类病有时候还不算很难自我 有时你碰到这类敏感的病人 既然他敏感就利用他 就告诉他 由于你想的太多才造成这个病 你不想 真的 你也不是骗他 你不想 或是想少一点 你不说药也好了一般 他很敏感 他对医生的话也敏感 你告诉他 他能听 再加上一般旁边的家人 那我都说你了 因为这种人肯定在家里比较啰嗦 家里人都听烦了 现在是医生说的 发病类型 这个很简单 过一遍吧 这样感血激发 又叫做 度发 顿发 但是有些名词别被他吓到 什么外感伤寒与瘟病就是感冒 可是感冒之中 感寒的叫伤寒 感热血叫瘟病 另外一个就是 易逆发病多半是急的 还有一个是情字周变 比较大喜大怒大悲 另外一个就是中毒 外伤 这种基本上不需要解释 虚发 发病慢 六营之中发病慢的 大概只有一个失血 然后可能是内伤 饮食 劳逸那种是慢的 情字病的部分是慢的 这种是虚发 第三个 扶而后发 扶而后发 我都不用展开这里的 近视于西医所讲的潜伏期 他有的病进到人体会潜伏 比如像狂产症 破伤风有时也会 但破伤风相对也不太长 狂产病麻烦的 可以二三十年的我潜伏 而且这种东西一发病死亡率 不好说百分之百 以前说是百分之百 但现在你说有没有 个力抢救成功的 不好说 那么 九十九点几肯定是有的 那什么叫福气温病 我现在展开没用 因为这个术语太专业了 放到温病学在说 但是你望闻生意也差不多 温病不是外感发热病吗 只是这种外感发热病 感学之后不是马上发病 到了一段时间才出来了 还是潜伏期 激发 你注意啊 激发 就肯定有一个原发 所以激发病跟 你注意啊 先发跟后发跟激发 原发不一样 先发后发不见得有因果关系 比如说你胃溃阳今天感冒了 那你两个是先后问题 但不是激发问题 激发一定有因果关系 连羽肝造成的肝硬化 那是激发 肝硬化再出现肤水 还是激发 这里有一个 见日略反复发做激发略母 什么叫略母呢 略母基本上指的是皮肿大 就是见日略直的某一种 会有一个后遗症 一种的 然后糖料兵日久 木蒙快追等是属于激发 这种也是知道一下就行 剩下的有点麻烦了 得病与病病 这是伤寒的 我现在不会把它展开 我只会告诉你什么意思 伤寒论是六经辩证 它大概是这样的 前提是这样 感寒 然后再引起一系列的变化 然后分成了六种类型 你能听明白多少算多少 反正我没要求 比如说感冒初起 以伤风跟伤寒为主的 就叫太阳证 其实就是外感出起 但是假如发展过程中化热了 变成了时热证 就是阳明证 再往下那个啰嗦了 邵阳在里门以后学八纲辩证 要半表半理 懂就懂不懂就算 假如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传遍 你注意这个六经不是说我敢寒邪一定传遍六经的 你完全可以第一阶段就阶段了 它就不往下了 什么叫太阴病呢 太阴病就是脾阳虚 邵阴病分两个 邵阴是心跟肾 守邵阴新竹邵阴 邵阴热化症心肾不焦 邵阴寒化症心脾肾阳虚 绝阴病不能一概而论 绝阴病的病基寒热挫砸 绝热胜苦 听不懂无所谓 但是绝阴病是最主要的 很难一概而论 上次我同学问我 是不是医医的某个症状 我都懒得说 出现C某个症的概率 最终是百分之二十 你不能以偏概全 你就说那百分之二十是等于绝阴病 绝阴病可轻可重 那么什么叫合并 合并 两个一起出现 怎么两个一起出现呢 那 假如我是阳虚底子 外感风寒 阳虚底子 基本上就是绍阴病 你在外感风寒就是太阳病 它就叫太阳 哨阴 合并 你可以把它简化成它就是六个模块 现在同时出现了两个模块的症状 就叫合并 那下来病病好办呢 先出现一个后出现一个 但是下一个出现的时候前面一个还没完 叫病病 合并是同时出现 病病是先后出现 只是先后出现之后前面一个还在 它不是转化 它不是第一个变成第二个还在 这样理解就行了 当然现在有人把它外延 原来这个合并病病仅限于六经变症用 现在把这个概念外延了 比如说两个症同时病 也可以叫合并 一个症的病 到这另外一个症的病 然后前面一个症还没消失 最后两个症一起病 可以叫病病 但说了说这种用法 还是用回原来症的八经六经变症里面 外延的用法不多 呼发 什么叫呼发呢 原来有个病 还没好彻底 然后又重新发作 而发作的症后表现跟原来的那个差不多 但是可能略略加重 这叫呼发 呼发有几个基本条件 但是最前提是这一个 血未尽处 可能有同学问 为什么医生留守卫 其实不是医生留守卫 而是有的血本来确实比较困难 驱感 再加上还有第二个 正气正虚未复 因为你驱血要靠两个 一个是医学手段 一个是体内正气 那你看 假如鞋未俊俗 那里就是鱼鞋 或者我们有时叫做 可能用这个更好 浮血 好那里加上正气 又略略减轻 这个时候正气无力驱血 而鱼鞋本身也不是说太严重 他伤症也伤得不厉害 那么就僵持吧 好这个时候来一个诱因 那假如我这个鱼鞋是痰 你现在来吃一个肥力生冷的东西 肥力助长了邪气 生冷减弱了正气 本来两个一比一相持 那就是缓解气 那你一来一个诱因 变成了力量对比 发生了改变了我 邪气这部分力量强了 正气弱了它就复发 所以一般会有诱因 而孵发的模式有几种 第一种 疾病少于疾孵发 一般鉴于比较严重的外感 因为比较严重的外感 伤症的也厉害 起码在那几天你的抗病能力是比较差的 这个时候略略再受一点点外邪 可能又来了 第二种是休息与肤发交替 比如像节食 它可以满长一段时间没有任何症状 但是可能有几天你可能剧烈运动 一下那个节食动了 一动可能就卡在某个地方 可能就出现局部的脚痛 等过了两三天你又动作不大 它又平稳下来 它又不动 不动可能你又没感觉 另外一个休息力 注意这个力 跟现代医学所讲的细菌性力疾未必是完全优惠 当然你的现代医学所讲的细菌性力疾肯定在它范畴 但是中医怎么定义呢 它大概是这样的 理极厚重 肛门着热 下粒龙血 只要有这种特征都属于粒 那么你假的跟现代医学的病一对有些不是粒子 比如说慢性结肠炎 尤其是溃扬性结肠炎 它很多就是理极厚重肛门着热下粒带点浓血 这个中医也算粒 这等于说中医的粒包含了细菌性力疾 也包含了以刚才我讲的几个主症为主的指定 所以这个休息力我感觉更多像那种慢性肠炎类 慢性肠炎类的确实是这样的 你现在临床所见 只要它的饮食不吃错东西 要不这症状表现得很轻 要不可以一段时间完成的东西 但是一吃错东西 通常就是我讲的海鲜类 肥腻的 肥腻的 生冷的 马上就来 就是诱因的作用 另外一种极性发作以慢性缓解交替 肥腻 肥腻的邪气就是浮痰 另外一个心脚痛 胸壁就是心脚痛 你看心脚痛它发作其实两三分钟 它可以发作完了几天没事缓解了 肥腻的诱因有那么几种 一个是重心感血 重心感血比较麻烦的 比如说你感冒第一次相对好吃 但是因为感冒第一次已经伤了症气 再来第二次相对会比较重 第二个 实时 我刚讲的慢性结肠炎类类 吃错东西 另外中医除了吃错东西 它还有一个概念 西医不太讲究的 广东人特别讲这个 包 比如像什么呢 比如说你长苍羊 烧鹅是不能吃的 特别是背部长翁 三国演绎不是永远 曹操手下有个家伙非常多的 太讨厌了 你杀了他又说你没有永人之量 转个背拥 曹操刺他一个招 吃你也死 不吃也就是细菌之罪 还是死 另外 中医的大概是这样 比如说手术后 很多包 比如说海鲜类 有头皮是螃蟹 虾这里不太好 烧鹅还有个笋 你看雨后春笋多发 所以不要说发就好 什么都好可以发 并不要发 还有一些奸诈的东西 奸诈的东西容易预防 皮肤病也是 皮肤病也很怕这类的发物 你现在不用系 你上网一搜就有了 你中药发物 什么都出来了 西医不讲究的 他说这东西挺好啊 蛋白质啊 中医不管你什么蛋白质 我只管最后结果 你确实你有这个病 你吃了它就出来了 而且个例还不算 你差不多很多人吃了它就发 你说没因果关系吗 就有因果关系 老虎 老虎看你咯 哪里比较说本身是 伤神道治的病 现在白领特别多 本来是伤神道治的 哪里很简单 比如说是失眠 我给你用药调的差不多 至少失眠没那么严重了 你最近一段时间又很忙 每天熬夜你不又来过 然后假如是气虚类的 身体发力少气揽研 调的差不多了 你又来体力很重的体力劳动 这种叫做劳苦 其实最容易犯的错误是这个 药 药后烂丝补剂 病后烂丝补剂 很多人觉得病后虚了应该补 这个观念大体没有错 但是补讲实际的 补药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啊 流血 补药会把邪气困在体内 所以一般是这样 邪气未禁除 尽量少用补药 不是说绝对不能用 尽量不要少用 你存补更加不行 但是补药之中 说实话还可以分开来 一般补药气内的流血性质 没那么重 补药血的比较流血 因为它脂腻 它容易把邪困住 第二个 中国人有一个比较错误的补的观点 你看通常我们讲的补药是什么呢 人参啊 北极啊 路荣等等 都是温补 感觉好像温补才算补 其他不算补 然后受不了温补 他就说我虚无受补 其实它可能是阴虚 阴虚应该是补补 所以你应该是什么虚补什么 你看我明明是热性病 热性病还没好 还剩下低热 你吃个人参 虽然热性病好气伤筋 但你吃了人参补气的同时 他可能也注了个热血 马上可能就补了 所以病后可以补 首先补的前提是什么虚 另外一个时机要掌握 另外一个时机要掌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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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